电车来了,今天午休的时候,美代告诉大家,今晚会有一辆新的电车到咱们这儿来。 美代是校长先生的三女儿,和小豆豆是同班同学。 校园里已经摆了六辆当教室的电车,现在又要再来一辆了,而且听美代说,这一辆是当图书室的电车。 大家立刻兴奋起来,不知谁说了一句,电车是从什么地方跑到学校里来的呢? 这真是一个很棒的问题,孩子们静了一会儿,然后有人说道,我想他是先走大井丁县的铁路,然后在道口的地方拐向咱们学校。 有人接口说,这么说,他就像是脱轨的那样子啦。 又有一个说,也许是用拖车运来的吧,但是,立刻有人提出质疑,你觉得有那么大的拖车吗,能装得下电车? 这个嘛,大家再也想不出还有什么办法了,确实,能够装得下那么大电车的拖车或者卡车什么的,只怕还没有呢。 哦,我想是…… 小豆豆想了半天,终于有了一个主意,会不会是把电车的铁轨一直扑到学校来? 有人问,从哪里开始铺呢? 从哪里……嗯,我想,就是从电车现在停的地方。 小豆豆虽是这么说,但心里也觉得这似乎并不是个好主意,因为并不知道电车现在停在哪里,而且,要是笔直地把电车轨道铺到学校来,那就要把沿途的房屋什么的都拆掉,这不大可能吧? 大伙说了半天,觉得这个也不对,那个也不对,最后,大家决定,今晚不回家了,我们就在这里看电车是怎么来的。 美代被推举为代表,去问他爸爸,校长先生,大家可不可以晚上一直待在学校里。 过了一会儿,美代回来了,说,据说电车要到深夜才能来,因为要等到会跑的电车全部下班了才行。 不过,如果有人实在想看的话,要先回家问一问家长,如果家里人说可以,就可以在晚饭后,带了毛毯和睡衣到学校里来。 哇,大家更加兴奋了,要带睡衣,还要带毛毯。 那天下午,大家学习的时候,已经安不下心来了,下课后,班上的孩子一个个像是出了堂的炮弹一样,向家里冲去。 大家还互相住院,都能够有好运气,可以带着毛毯和睡衣回来集合。 一回到家,小豆豆就对妈妈说,电车要来了,不过到底怎么来,还不太清楚,要带睡衣还有毛毯。 嗯,我可以去吗?能从这些话里听懂到底是怎么回事的妈妈,恐怕还没有吧。 小豆豆的妈妈也没有听明白,不过,从小豆豆认真的样子来看,肯定是出了什么不同寻常的大事。 妈妈又问了小豆豆好几句,渐渐总算明白了小豆豆要说的是什么意思,知道要发生什么事了。 妈妈认为,能让小豆豆见见这种事情的机会非常少,还是让他去看一看为好。 而且,妈妈甚至觉得,我也想看看呢。 妈妈准备好小豆豆的睡衣和毛毯,吃过晚饭后,亲自把小豆豆送到了学校。 聚集在学校的学生一共有十来个,其中还有几个是听到消息后赶来的高年级学生。 除了小豆豆的妈妈,另外两位妈妈也亲自把孩子送来了。 妈妈们说,也想看看,但还是把孩子托付给校长先生后就回家了。 电车来了,我会叫你们的。 听校长先生这么说,大家就来到礼堂里,我这毛毯睡觉了。 电车会是怎么来的呢? 想到这个,晚上也睡不着呀。 孩子们虽然这么想,不过,他们毕竟是从白天开始,一直兴奋了这么久,大家都很累了。 一定要叫醒我啊。 说着,孩子们渐渐地都困了,终于不知不觉地睡着了。 来了来了,耳边听到吵吵嚷嚷的声音,小豆豆一咕噜爬起来,穿过校园向大门跑去。 这时候,电车正好在萌萌尘雾中显露出它那巨大的轮廓,真像做梦一样,并没有什么电车轨道,就在普通的路上,电车悄无声息地驶了进来。 这辆车是从大井丁的吊车场,由牵引车运来的。 小豆豆他们亲眼看到了比拖车大得多的巨大牵引车,这是以前他们没有见过的,令他们激动万分。 就是这辆巨大的牵引车,缓缓地驶过黎明时分,空荡荡地接到,把电车运到了学校里。 但是,接下来的工作才叫大费力气,那时还没有大型起重机,要把巨大的电车从牵引车上卸下来,或者说挪下来,再放到校园预定的一角,真是一个艰巨的工程。 运送电车来的大哥哥们,在电车下面垫上了好几根粗大的圆木,让电车在圆木上一点一点滚动,慢慢地把电车从牵引车上卸到了校园里。 好好看看,那个叫滚轴,利用滚动就能够移动那么大的电车。 校长先生向孩子们解释道,孩子们认真地看着,仿佛喝着大哥哥们的嗨哟嗨哟的节拍,朝阳也冉冉升了起来。 这辆车曾经载过好多人,急急忙忙地奔跑着,但现在,它和校园里的那六辆电车一样,车轮已经卸掉了。 从今以后,他不必再忙碌地跑来跑去,只要悠闲地听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就好了。 孩子们穿着睡衣站在清晨的阳光里,能够身临其境,亲眼看到这幅情景,孩子们从心里感到幸福。 他们实在太高兴了,一个个欢呼雀跃,扑到校长先生身上,搂住他的肩膀和胳膊。 校长先生被孩子们弄得摇摇晃晃的,高兴地笑了起来。 看到先生的笑脸,孩子们更加活泼了,也开心地嘻嘻哈哈笑起来,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笑容。 大家永远也不会忘记这欢乐的一刻。